大家好,我是大刘 今天分享一个干锅土豆的家常做法 不油炸,香辣美味,好吃下饭 首先选择这种不搭不小的土豆 洗净后抛去外皮 然后切成片 片要切厚一点,大概半公分左右 切好后稍微晾干一会,撒上淀粉,把它搅拌均匀 再切一点五花肉,也可以用猪油代替 青红椒各一各,片开后斜切成马蹄片 料头就是大蒜籽和干辣椒 最后切半个洋葱,煎在锅里边用 平底锅放一点底油,放入土豆块 小火慢煎 饭店做法直接是油炸 加糖煎一下就可以 将土豆煎至两面的微微发黄,出锅备用 再将五花肉冷油下锅 炒出油脂,炒出五花肉的香味 下入大蒜干辣椒炒香 加一勺干锅酱,炒出酱料的香味 没有的可以用豆瓣酱和辣椒酱排铁 炒香后倒入煎好的土豆 翻炒均匀,炒入味 再倒入青红椒,继续大火翻炒至断生 这时候加一点中一匙油 中一匙油的加入,轮软干锅土豆吃起来更香 如果比较干可以稍微加点水 最后撒上葱段,翻炒几下后即可出火 这样一道干锅土豆就做好了 简单美味,家常好吃 非常的开胃下饭,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更多家常菜请关注我,每天都是家里的味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